大家现在敢不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或者说朝老板就朝老板的 你这连90后都要推出历史舞台了 那么我想问问我的粉丝里面有没有80后啊 当主了我今天这个话题不单单是讲给80后听的 作为80后的各位 你们的人生小目标都完成了多少呢 你这过的影风吧 现在网络上就聊关于80后的事情 发现很少了 动不动就是90后哪能哪能了 00后又哪能哪能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 你身边的同事啊 基本上都是90后了 还有很多新来的都是00后了 罗渡公司啊 甚至都不招35岁以上的员工了 是80后开始被社会唾弃了吗 刚到个80额啊 就是父母啊 给的资源相对比较少 很多人啊 大部分上一代这样的父母啊 都是困难世界长大的一批人 吃着大果饭长大的 拿着死工资 运气好一点的嘛 对吧 炒股票挣了点炒票 生意嘛 稍微挣了一点钱 干嘛没炒票的 你去亲个人来讲 有啥影响呢 当大部分80后啊 踏入了社会以后啊 就发现其实啊 70后是改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的 之前有很多这种啊 电视剧 不知道你们看过吧 就是什么 鸡毛飞上天啊 镇阳门下啊 大江大河啊 还有就是星辰大海啊 你们看过吧 反正我都看过的 我也有很多事情啊 都是从这些电视剧里了解到的一些 就当年发生的事情 包括雅娘啦 九龙岸清剧啦 我在港广东厅 因为改革开放 70后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然后呢 70后的小孩呢 就是现在90后 应该说具体说是95后啊 坐着雅娘私家车去上学 然后第四年呢 80后小时候我拿了呢 雅娘去到处 打打起长辈了 干嘛上海跟着 80后小女的男人 长得问呢 有没有死在这路 是多死 有没有小女 有没有死工就要处 有没有人家家的处 最重要就是80后 错过了很多 就是优惠政策 对这啊 却在当今社会中 承担了非常重要的 中间力量 80后啊 毕业后 是没有赶上工作分配的 买房的时候嘛 刚刚求 年年就 帮着年年就 就赶上了房价暴涨 然后结婚呢 对吧 又马往之拉 各种啊 还是赶上了房价的暴涨时段 大家晓得房价大奖时段 正好是80后 多死人员 没赶上了人员 然后呢 后过来上了个小女 昂贵的补习班 和计划教育又开始了 各人员 一个小女 收费长毒业了 国家又讲 哎呀 我来世啦 你要生第二胎啦 你要生第三胎啦 根本能干 能工作干嘛 到底是上河 还是要上河呢 有着年年就 帮着年年就 各80后 工作那么多人员 国家已经开始延迟退休了 70后啊 吃到了红利 卖了房子 均价2000 等房子涨价以后呢 90后就继承了这些房子 那么80后呢 给租三嘞 但一大省过来 投票整官啊 各方自己从 几七块一个病房 到几百块一个病房了 总价已经从 几十万涨到 几百万了 无几的 各种官暴涨的时候 这么多汉年哦 大概就一两个 对哦 各方家大几千 大几千涨到 每个平方哦 汉年哦 最最规矩的是咱们啊 就80后要成家了 干嘛各方家 大一年呢 掏空父母家自己 六个人的口袋 一起当房奴 背上房袋 来乱上黑马网子 完了两年两年 以后就说嘞 80后已经要 最大的应该要 42、43了吧 隔壁真正的中年啊 80后的中年啊 我自己刚刚 现在是一样中年 这件事情 我告诉他了 对外子大家 不要介意哦 上面有四个老人 五都呢 有一个少年要养 至少一个少年 对吧 抚养四个老人和一到两个小孩 最低配的赡养呢 是五个人 低于难度呢 是八口人 我说两个人是省的 八个人的生活 然后80后呢 参加工作到现在呢 很多人都是已经是 公司的管理层了 中高层了 每个月的KPI 等着你会议开不完 加班加点 又不敢辞职 我说谁不想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诶 正要开老百米是哪个啊 正要老乡 正要超老百人啊 如果人家都贵不得了 眼看房贷啊 有啥几年呗哩 如果人到中年啊 正要把贵三毛贵 没贵死的 把贵亲家没听 已经 叹叹叹叹 就是 齐 每个人都活成了自己 最讨厌的样子 没有了梦想 没有了现实 父母见老 孩子长大 发令后也开始理解 当初父母的不容易 好嘞 无论要离白夜嘞 大家看过 民众一定一张 有之不凤嘞 超飘